深夜 曾经有恩于他的育友 带着一名醉酒女子前来借宿 黄永康对马涛解释 这是他女朋友 不料第二天他却发现 女子被育友杀死在自己家中 今天你要是不把尸体弄走的话 一会儿我就去报警 尸体在自己家一放就是两天 育友不仅没有运走 还要想诬陷他 他该怎么办 家里来了不速客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人们常说浪子回头经不换 是说走过歧路的人回头不容易 今天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马涛 就亲身经历了这一艰难过程 其中的曲折与内心挣扎 让他终身难忘 下面我就把这个案件讲给您听 2015年10月的一天深夜 熟睡中的马涛被敲门声惊醒 这么晚了谁来找我 马涛心里嘀咕着就打开了门 发现是自己原来的育友王永康 只见王永康双手搂着一名女子 该女子靠在王永康的身上 头低垂着 浓密的长发遮盖了面孔 浑身都是酒气 王永康对马涛解释 这是他女朋友 今天晚上喝醉了 所以回不去家了 希望能在马涛家借宿一晚 马涛听完以后 马上表示没有问题 小事一桩 他上前帮助王永康 把他的女朋友扶进屋内 王永康把女朋友安顿好以后 回到客厅和马涛谈话 他问马涛 你现在有女朋友没有 马涛摇了摇头说 我真羡慕你啊 不停地换女朋友 王永康听了以后啊 气横横地用手指着 女朋友休息的房间说 他现在正在和我闹分手呢 我告诉你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 他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马涛啊就劝他 感情的事不要勉强 王永康听了以后啊 咬牙气迟到 他想甩了我 没有那么容易 对于朋友感情上的事情 马涛并不太关注 之后两人又聊了几句 就分别回屋休息了 然而马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正是朋友的这次借助 让他摊上大事了 第二天早上 马涛还没有起床 王永康就敲门说 我出去买早点了 可是等马涛起床到了中午 外出买早点的王永康 还没有回来 他和女朋友住的房间呢 也始终关着门 没有一点动静 马涛想 王永康出去可能遇到什么事了 所以马涛就自己出去吃了饭 然后回来还带回点吃的 马涛回家以后啊 王永康的女朋友还没有起床 马涛就上前敲了敲门 屋内没有任何回应 马涛就慢慢拧开了房门 只见王永康的女友 姿势异样地躺在床上 马涛站在门外喊他起床 叫了几声他毫无反应 马涛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床前 只见王永康的女朋友 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脖子上还有一道勒痕 人已经死去多时 床上还扔着一条 手机充电器的电源线 马涛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魂飞魄散 顿时惊慌失措地退回到客厅 马涛急忙拨通了王永康的电话 气急败坏地问他 你在什么地方 你女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永康平静地说 我出来买早点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 他说有事让我去帮忙 我就没有回去 我女朋友很好啊 走的时候还在睡觉 马涛冲着电话叫道 你别装了 你已经把人杀了 王永康仍然嘴硬 我为什么要杀人 早晨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好好的 如果真死了 肯定和你有关系 王永康这么一说呀 就把马涛给逼急了 他骂王永康道 我已经查看过了 他是被你勒死的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我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 听到马涛要报警 王永康立刻慌了 他承认女朋友确实是他杀的 但他告诉马涛 这个女人坑了他很多钱 他被逼得没有办法 才一时失手杀了人 王永康恳求马涛 看在两个人五年朋友的份上 千万别去报案 给他一点时间 他会想办法 尽快处理掉女友的尸体 那么面对如此情况 马涛会作何选择 这两位朋友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特殊关系呢 原来马涛和王永康 两个人是在监狱中认识的 当时马涛因为盗窃罪 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他入狱以后 认识了犯抢劫罪的王永康 王永康已经挤进宫了 在看守所和监狱 他进进出出 如同家常便饭 他当时因为抢劫罪 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马涛和王永康认识以后 由于王永康对监狱都比较熟悉 所以他就照顾了马涛 使得马涛得以顺利度过监狱中 难熬的日子 由此他们两个人就成为 关系特别好的育友 马涛心里一直将王永康视为大哥 两个人先后刑满释放 年纪都已经差不多到三十岁了 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马涛给王永康打完电话以后 王永康很快就赶回了马涛家 一进屋他就向马涛赔礼道歉 说自己一时糊涂 出了事以后还怕 没有向马涛说清事情的经过就跑了 刚才一急之下还说了威胁他的话 自己对不起朋友 希望马涛能够原谅他 然后王永康双手抱着头 做出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 好像他犯下如此罪行 是被逼迫的 为了取信于马涛 他编造了女朋友 骗他的感情和金钱的假话 给马涛听 他实际上就是让马涛同情他 理解他 但是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王永康出狱以后 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他整天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 靠父母的接济过日子 一天 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 他和女朋友相识 这两个人打游戏打得都不错 配合默契 多次闯关成功 由此慢慢熟悉起来 并且在网上谈起了恋爱 在游戏中 他们还结为夫妻 女朋友的年纪和王永康差不多 也一直没有感情归宿 王永康在见面以后 就对他殷勤备至 两个人很快就同居了 同居以后 女朋友才发现 王永康这个人没有追求 没有收入 而且还坐过牢 可以说 王永康除了一张会说的嘴 别无所长 女朋友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 他在承担了一段时间 两人共同生活的费用以后 就提出来和王永康分手 王永康当然不答应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出钱养活自己的女朋友 说什么也不同意分手 于是两个人之间就经常发生纠纷 王永康则原形毕露 动不动就对女朋友实施暴力 昨天晚上 女朋友回到了家中 看到王永康啊 躺在床上无所事事 在等着他回来洗衣服做饭 顿时就产生了厌恶的心情 他二话不说 收拾东西就要走 王永康见状啊 急忙起床哄他说 我在等你啊 你回来以后 咱们两个人一块出去吃饭 结果呢 两个人在外面吃的晚饭 在吃饭的时候 女朋友由于心情不好 很快就喝得烂醉如泥 已经走不成路了 王永康想到了 住在附近的育友马涛 马涛在出狱以后啊 一直是一个人居住 并且没有女朋友 所以王永康就把女朋友 带到马涛家投诉 两个人睡到半夜时分 女朋友酒醒 他哭着要和王永康分手 王永康这个时候啊 恨从心头起恶像胆边生 他从床上拿起手机充电器的电源线 勒住了女朋友的脖子 威胁道 你想走 没有那么简单 要么给我十万元 要么我勒死你 此时女朋友不仅拒绝给王永康钱 还拼命挣脱 就在挣扎的过程中 王永康勒得太紧 导致女友窒息身亡 为了逃避罪责 第二天早晨 王永康已买早点为由 溜之大吉 直到中午 马涛发现 王永康女朋友 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那么接下来 王永康会如何处理女友的尸体 马涛见到王永康以后 要求他必须马上把尸体弄走 王永康就恳求马涛不要报警 说女朋友的死虽然是我导致的 但是我不是有意要杀人 过去我对女朋友其实也一直很好 没想到她要离开我 要抛弃我 人在江湖混 讲究的就是一切二字 所以我不能容忍女朋友 在困难之时抛弃自己 争吵之中 使手把她勒死 现在她也悔恨至极 杀人如果被抓获 就不可能活着出来 希望马涛念兄弟情分 帮帮她 念及兄弟情分 马涛答应给王永康 两天时间把尸体运走 王永康会说到做到吗 一晃 两天时间就过去了 王永康竟然无赖地说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 要不你帮我把尸体处理掉吧 愤怒之下 马涛已报警向威胁 一筹莫展之际 王永康再生一计 王永康就打电话告诉马涛 说他已经和女朋友的家人讲了 人被歹徒绑架了 歹徒向他勒索一百万元 王永康决定敲诈死者家人一百万元后 逃之夭夭 他的计谋能得逞吗 家里来了不速客 正在播出 听着王永康的苦苦哀求 马涛对监狱的生活感受 又浮现在脑海中 当初要不是王永康帮忙 他还真不知道如何度过漫长的行期 于是马涛就表示 我不报警可以 你得把人马上弄走 王永康立刻表示 你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把他弄走 王永康又出去想办法了 家里躺着一具尸体 马涛也不敢一个人在家 就住在外面的小酒店里面 整天和朋友喝酒聚会 他实际上是要麻痹自己的大脑神经 好忘记家中直挺挺地躺着一个人 但是马涛不可能24小时烂醉如泥 白天的清醒的时候 总是想这件事怎么办 自己好心让育友王永康到家中借宿 他竟然把自己牵连到 故意杀人的重刑案中 尽管他愿意帮助 过去对自己有恩的王永康 但是他不想再触犯法律了 一晃 两天时间就过去了 王永康那边 泥牛入海无消息 马涛这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天天打电话催他 王永康竟然无赖地说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 要不你帮我把尸体处理掉吧 马涛火冒三丈 人是你杀的 让我处理也可以 我可以把他直接送到公安局去 王永康听了以后又马上扶软说 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了 同时他还警告马涛 如果你真敢报警的话 我会一口咬定 是咱们两个人合谋杀的人 反正尸体在你家里不在我家 你想想你能不能逃脱干系 马涛知道王永康做事心狠手辣 如果自己报警的话 他真可能拉自己坐垫背 而且尸体在自己家 到时候确实是有口难辩 被逼无奈 马涛就答应王永康 不报警可以 但他不能再拖了 必须尽快把尸体处理掉 现在天气这么热 如果尸体腐败发出了臭味 左邻右舍就瞒不住了 王永康当即承诺 我明天一定给你个答复 第二天王永康主动联系了马涛 两个人约好晚上在马涛家见面 当马涛战战兢兢地 用钥匙打开门 一股恶臭气就扑面而来 两个人手捂着鼻子 急忙进屋关上了房门 王永康大着胆子上前 把房门推开 只见床上的尸体已经开始膨胀 屋子里的臭味就更大 他急忙关上了门 坐回到客厅里 马涛焦虑 他焦急地问他 你什么时候把人弄走 王永康双手一摊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马涛急得直坐脚 说你总不能让尸体烂在我家里吧 他指着放尸体的房间 气急败坏地说 今天你要是不把尸体弄走的话 一会儿我就去报警 就在两人不知如何处理尸体的时候 王永康突然一拍大腿 说他有办法了 那么王永康又想出了什么鬼主意 他女友的尸体 这次究竟能不能从马涛家运走呢 马涛立刻充满期待地看着他 王永康就神秘地说出了自己的妙计 女朋友的家人只知道他们两个人谈恋爱 还不知道他人已经死亡 昨天还给王永康打电话问 人在什么地方 现在啊 马涛家已经不能再住人了 还不如伪造成绑架案件 从他父母那弄点钱花 然后两个人溜之大吉 马涛啊立刻摇头 监狱他已经住够了 他只想着王永康怎么把人弄走 其他的事他不想参与 王永康听了以后啊 板起脸阴险地对他说 你不要想得这么简单 尸体我肯定弄不走了 今后如果被发现了 我不说你 你也逃不了 马涛 咱们哥们关系这么好 要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好好配合我 将来真出事了 我一个人兜着 但是 如果你要是揭发我 那我就不客气 看到王永康凶神恶煞般的面孔 马涛知道他心狠手辣 也不敢再说话了 王永康站起来要走 他拍了拍马涛的肩膀 告诉他再忍几天吧 而且交代他去搞一点冰块 把尸体冷冻起来 把房间的空调都打开 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再打开窗子透透气 等他把钱弄到手以后 就带着马涛去享受荣华富贵 王永康走后 马涛更加惶恐不安 家里放着一具尸体 已经好几天了 尸体已经开始发臭 再这么放下去 邻居保不准会闻到异味而报警 到那时 王永康难逃罚网 自己没准也会受到牵连 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在马涛不知所措的时候 王永康打来了电话 第二天 王永康就打电话告诉马涛 说他已经和女朋友的家人讲了 人被歹徒绑架了 歹徒向他勒索一百万元 女朋友的父母已经答应拿钱赎人 他让马涛准备好装钱的包 随时做好出逃的准备 马涛听了以后 满口答应 随后王永康又和马涛联系了几次 告诉他 已经和女朋友的家人定好 说绑匪今天晚上在火车站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让马涛晚上十点整 赶到火车站与他会合 马涛就疑惑地问 钱拿到手 到时候你怎么交人呢 王永康啊 因为钱要到手了 他可以自由了 外逃了 就得意洋洋地骂道 说你就是笨 不是我交人 是绑匪交人 到时候告诉他们 人在你家不就行了吗 晚上 马涛九点半 赶到了火车站 给王永康发了一条短信 告诉他 自己已经到了 等着与他会面 短信发送完毕 马涛就蹲在火车站广场的一角 等着王永康的出现 终于在快到十点的时候 马涛看见王永康 手提着一个大包 快步走来 马涛站起身来迎上前去 两个人还没有说话 四周突然传来 不许动 举起手来的命令声 马涛和王永康一看 已经被数名便衣警察包围 他们两个人被暗倒在地 当场被制服并戴上了手铐 王永康本以为敲诈一百万元后 远走他乡 却没想到被警方抓个正着 王永康手中装钱的包 也被警察收缴 随后他们分别被带到了公安局 原来是马涛向警方 举报了王永康 马涛不想跟王永康 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选择了投案自首 警方根据马涛的陈述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让他继续与王永康周旋 王永康到案后 他被判刑毫无疑问 但本案的法律焦点是 马涛并没有参与杀人 他是否也会被判刑 家里来了不速客 正在播出 王永康手中装钱的包 也被警察收缴 随后他们分别被带到了公安局 马涛被带到公安局以后 刑侦队长亲自给他打开了手铐 对他说 你的选择是对的 今天协助我们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今后你继续配合好 说完以后 公安局就给马涛 办理了取保候审的手续 原来 马涛那天晚上 在家中和王永康见面以后 对于王永康转移走尸体 已经不再爆幻想了 他不想跟着王永康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了 过去辜负了父母的希望 走了弯路 今后应该干点正经事 让父母放心 尤其是将心比心 谁家愿意自己的亲人被害 谁愿意失去自由去坐牢 马涛啊 他不想再犯错误了 他毅然决然地去公安局投案自首 警方根据马涛的陈述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让他继续与王永康周旋 创造机会 配合警方 抓捕王永康 于是啊 就有了刚才在火车站 民警抓人的那一幕 王永康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刑事拘留 在侦查过程中 他并不知道 马涛出卖了他 所以也没有诬陷马涛 他供认了自己勒死女朋友的经过 在犯罪现场提取到的 手机充电器的电源线上 也提取到了王永康的指纹 法医的尸检结论证明 被害人系因为进步被勒 死于窒息 而马涛的证言 也证明了王永康 故意杀人的事实 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侦查 检查机关审查后 移交给当地法院 法院对于王永康构成 故意杀人罪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对于马涛 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这两种意见各自有何依据 自首的马涛 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判决呢 一种意见认为 被害人借宿当晚 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 王永康已经威胁 女朋友要分手就对他不利 马涛知道王永康有犯罪意图后 在他杀人了以后还进行包庇 可以按照共同犯罪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 借宿当天 王永康对马涛说的是气话 而不是杀人的主观故意 马涛和王永康之间 不构成共同犯罪 这两种观点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焦点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 我们来看一下 共同犯罪 注意前面共同两个字 是指两人以上 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的行为 他们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 而且共同犯罪人 要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 犯罪整体活动 也就是两个人是有分工弹 每一个人的行为 都与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 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 要依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 地位和作用进行处罚 所以我们把共同犯罪归纳为 共同故意 两人知道两人在合伙 干坏事 然后是分工实施 这就证明他们共同的行为 促成了危害的结果 具体到本案 马涛与被害人并不相识 他主观上也没有剥夺 被害人生命的故意 王永康那天晚上和马涛讲的话 对于不了解情况的马涛而言 他只能当作是气话 所以马涛的行为与王永康之间 并没有形成共同故意杀人的 这样一个主观意念 马涛包庇王永康犯罪情节轻微 并且他是被王永康胁迫所致 加上他有自首和立功的情节 因为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王永康 所以检察机关经过研究以后 依法对他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而被告人王永康 则站在了当地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 对于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王永康没有表示意义 但是他对检察机关指控他的行为 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有意义 他说自己主观上没有杀死女朋友的想法 客观上是失手导致女朋友的死亡 因此应当认定他的行为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 公诉人指出 尽管被告人王永康没有供诉杀人的故意 但是他明知用手机充电器 这个电源线紧勒被害人的脖子 可能导致其死亡 依然放任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 所以王永康主观上 对其女友的死亡存在间接故意 他辩解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理由 依法不能成立 法院经过合议以后 认为被告人王永康因为琐事 故意勒死被害人 手段残忍 后果严重 危害极大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最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王永康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王永康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他勒索的一百万赎金 也返还给了被害人亲属 对于被害人亲属而言 返还这一百万元 不能弥补他们失去女儿的痛苦 他们只渴望女儿能够再回到自己的身边 我们案件的主人公马涛 虽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他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马涛闻着房间里残留的湿臭 想到自己差点再一次误入歧途 依然觉得心惊肉跳 他在家里给死者设了一个灵堂 天天烧香磕头 祈求死者能够宽恕他的罪恶 观众朋友 像马涛遇到的事情 在生活中并不常见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生死抉择的考验 但是当我们面临友情和正义的冲突时 要对善恶做出抉择 马涛的经历 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那就是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为了离婚她抛弃弃女 离婚后 情人却说什么也不肯嫁给她 结婚以后我怕被你抛弃 闹离婚让他的公司面临倒闭 人才两空的她 酒后失控 筑成大错 犯下了杀人罪行 杀了前妻和情人 她为何要求缓刑 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 失算的婚姻计划明日播出